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三孩政策和配套措施通过法律予以明确 在8月21号也就是星期六的时候 中共的官方媒体央视网引述了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 202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是1.3 低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1.5 中国有跌入低生育率风险的可能 同时引述了其他的相关的监测 称中国2021年的出生人口和生育水平 仍然呈现走地的趋势 今年5月份的时候 为了应对近在眼前的人口老龄化 中共当局宣布出台 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三个子女的政策 以及配套的鼓励性的措施 希望以此来改善中国的人口结构 保持中国人力资源秉赴优势 然而在一片躺平主义 女性不婚不育 保平安 男女对立等一些舆论的氛围之下 拯救中国与老龄化被认为无法仅仅依靠 删除征收抚养费和三胎政策来实现 中共的官方媒体这一次点评认为 生养教的成本高是人们不想生育的重要因素 中共的官媒新华社早前指出 低生育率的陷阱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首先是总和生育率要跌破1.5 其次就是这种水平需要保持一段时间 这是中国自2010年人口普查以来 总和生育率第一次跌破1.5 原因在于育龄女性的总体人数持续的减少 二胎效应的减弱 以及新冠疫情期间对生育的不确定性 而这种低迷是否会持续下去 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再来看一下官媒承认一带一路是中国人被袭的祸因 来自香港媒体星岛日报的信息说 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密切 中国民间对巴基斯坦有巴铁支撑 中方在巴基斯坦有大量的基础建设投资 建设中巴经济走廊 作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节点 不过中方的投资 也被巴基斯坦的民族主义者指示 攫取财富 成为了针对的目标 比鲁支解放军 巴基斯坦的塔利班运动 简称巴塔等一些巴基斯坦的恐怖组织 都曾经对中方目标发动过恐怖袭击 今年4月21号的时候 巴基斯坦的比鲁支省的首府 奎达市的一间酒店发生了爆炸 造成了四死十二伤 中国驻巴基斯坦的大使农荣 当时正好下塔该酒店 他在爆炸发生的时候 正在返回酒店的路途当中 当时他距离酒店只有几分钟的路程 巴塔事后承认发动了袭击事件 中共的官方媒体《环球时报》 在8月21号的时候发表评论表示 比鲁支省是巴基斯坦的边境省份 境内多山 由于历史的原因 其境内的比鲁支族 曾经遭到了殖民主义势力强行分割 民族主义觉醒性很强 该省的部落力量 对巴基斯坦的中央政府的现代治理 有很强的抵触情绪 逐渐形成了恐怖主义的传统 比鲁支人与中国无冤无仇 但是他们为了打击巴基斯坦政府 这些年逐渐的把中国人当作了奇迹的目标 以此向巴基斯坦政府来施压 评论指出 一带一路成为巴基斯坦各路恐怖势力的打击方向 这与一些国际势力的诱导有关联 评论表示说印度等一些力量都敌视一带一路 上个月的时候 针对达苏水电站中国工程人员的恐袭背后 据称就有印度情报机构的影子 该评论还指出 中国必须要做好在巴基斯坦与巴基斯坦政府 共同长期应对其境内的恐怖主义的准备 并且要强烈的敦促阿富汗新的政权 打击在巴基斯坦活动 但是源头在阿富汗的恐怖之地 再来看一下深圳的幼儿园联通隐秘的娱乐会所 家长暴怒 来自联合早报的信息说 针对有家长反映中国深圳南山区的一所民营幼儿园 地下有通道直接通往正在装修的会所 深圳市南山区的桃园街道规划土地监察队的相关负责人表示 他们曾经多次的前往实地进行过调查 已经口头的要求开发商停止地下会所的施工 至于家长所质疑的地下会所及其地面部分的建筑的合法性 街道已经会同规划部门开展调查 根据中国内地媒体澎湃新闻的报道指出 深圳南山区宝能城幼儿园的孩子家长反映表示 该幼儿园通知家长今年9月份的时候将正式的开学 而家长们在星期三也就是8月18号的时候 参加幼儿园开放日的时候意外的发现 幼儿园的儿童游乐设施里面竟然藏着一处地下通道 通道的另外一头则是正在装修的KTV包房 泳池和桑拿房等些娱乐设施 奄然是一处隐藏的地下娱乐会所 家长代表李女士回忆表示 当时地上堆放的材料板上都标有会所的相关字样 而会所的楼上便是紧邻着幼儿园的一栋三层小楼 李姓家长所说的三层小楼紧邻着宝能幼儿园 门口装有一扇黑色的铁门 在其四周还住有围墙与幼儿园分割开来 家长表示该建筑在完工之后 曾经引起过多位家长的质疑 今年六月份的时候 家长们向深圳的12345热线反映了相关的情况 当家长们星期三也就是8月18号的时候 再一次联系深圳市南山区的规划土地监察局 得到的答复却是 经过桃园街道规划土地侦查队现场的查看之后 初步的认定该建筑为幼儿园配件的幼师培训中心 有家长气愤的表示 幼儿园的教育用地下面竟然建起了桑拿房游泳池KTV包厢 这让家长们很难理解 何况地下通道还直接通往了幼儿园的内部 如果有社会人员从这里直接闯入了幼儿园 后果不堪设想 深圳市南山区的桃园街道规划土地侦查队的相关负责人 在8月20号的时候受访时表示 街道规划土地侦查队多次地前往了现场进行调查 确实发现了类似会所的设施 他表示开发商给他们的解释是 这里是幼儿园配件的教师培训中心 是为了更好的保障今后幼儿园的运营 该负责人表示说 在实地检查当中 他们也看到了那个地方有设置舞蹈房 多工能厅等些设施 但是由于装修尚未完成 只有等待项目完工之后 才能够判断地块的功能以及用途是否发生了改变 多位家长表示说 宝能城幼儿园的园长在8月18号 幼儿园开放日上回应家长的质疑 称儿童设施下面的通道是人房工程 并且强调隔壁的三层建筑 确实是幼儿园配件的教培中心 目前在家长们的强烈的要求之下 原方已经用绳索将通道的入口处的栅栏门进行了封闭 家长们目前已经就此事向深圳南山区的教育局进行了汇报 从深圳市教育局官网发布的2020到2021学年 深圳市幼儿园办学基本信息公告来看 确实没有深圳市南山区宝能城幼儿园的相关信息 而媒体想询问相关的情况 该幼儿园的负责人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作为一家民营幼儿园 宝能城幼儿园由深圳的华营置业有限公司建设 深圳华营置业有限公司 宝能城项目部的副总经理叶宗斌在日前受访时表示 幼儿园教培中心的地下部分并非开发商所为 他表示在幼儿园获得资质之前 租给了一位私人老板做培训机构使用 这部分是其自行建造的 该人士还表示开发商目前已经开始着手 对地下的娱乐设施进行拆除 他表示因为拆除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 目前为了保证幼儿园的正常运行 他们将对幼儿园与待拆除的部分之间 进行物理的隔离 后续幼儿园旁边的三层小楼 将继续的用作配套的教培中心 对于幼儿园招生资质的问题 叶宗斌也坦言 目前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对此事非常的重视 开发商也在积极的跟进 他表示待物理分割完成之后 招生资质应该就可以拿到了 罗大幼领金曲奖特别贡献奖 致敬永远的奋青 来自台湾媒体的报道说 第32届金曲奖在8月21号的晚上登场 今年特别贡献奖颁给了罗大幼 有广播人马世芳担任隐言人 马世芳入行超过30年 在台上介绍罗大幼的事业经历 口条清晰 嗓音温和动听 让网友激动直呼 找他来讲有够合适 声音真的很性感 听马世芳说话真的很舒服 隐言大获好评 为了向罗大幼致敬 黄允玲 告舞人 佳佳 老王乐队 还有娃娃金志娟等些歌手 也带来现场表演 接连演唱他的经典歌曲 让台下听众听得如痴如醉 维稳最后几位歌手 更是一起带来了大合唱 现场的气氛温馨感动 令台下的罗大幼 也开心到没开眼笑 罗大幼上台领取特别贡献奖 笑说刚刚在台下 听大家说入行5年 10年 25年 31年 他说他入行44年 才发现这个奖 跟最佳新人奖一样 一辈子只能够领一次 他虽然已经67岁 但是站在台上的姿态鼻停 精神极佳 至此也洪亮有力 霸气表示 接下来有一座音乐剧 并且表示 我都没有停 你们怎么可以停 鼓励大家继续努力 赢得全场的掌声 66岁音乐教父罗大幼出道39年 创作过多首经典名曲 如陆港小镇 光阴的故事等等 歌曲往往探讨 并且结合社会的脉动和实事 引人省思 对于特别贡献奖 由罗大幼夺得 评审委员会表示 罗大幼在社会环境 剧烈变迁的关键时期 掀起了黑色眷风 几乎以一人之力 成就了一场中文流行音乐的大革命 还表示 是他让我们知道 一位创作歌手 不但可以拥有诗人的灵魂 也能够拥有思想家的高度 和革命家的气质 一张唱片 可以远不止是娱乐消遣 更能够成为震撼一整个世代的文化世界 评审委员会认为 罗大幼彻底的改变了中文歌词的语言质地 从天真走向世故 创造了更深沉成熟的世界观 他的作曲编曲才华 也已经深深的烙印在了 亿万人的集体记忆当中 也表示 罗大幼在近半个世纪的音乐人生 始终不甘于自我重复 始终不予时俗唱课 至今创作不错 仍然不断地和新生代的音乐人对话合作 为我们的时代造像 还表示 本届金曲奖的特别贡献奖 仅此颁给罗大幼先生 向这位永远的奋青 永远的rock致敬 另外来自台湾媒体 自由时报的信息说 第32届金曲奖的颁奖典礼 在台北的流行音乐中心登场 嘻哈歌手淡宝杜振熙 以家常音乐杀出重围 抱回了华语歌王 最佳华语专辑等些大奖 出道19年的田富珍 则已无人知晓成为了新科华语歌扣 评审团的主席钟成虎表示 竞争最激烈的是 最佳华语男歌手奖 经过了五轮的投票 淡宝以9票胜过了维里岸的6票 赢得歌王 最佳华语女歌手经过了三轮的投票 最终田富珍以10票胜过了谭维为万方丰厚 今年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 典礼延弃了近两个月 考虑到了防御优先 人数降载 典礼与新光大道接位开放观众入场 红毯也创下了历年最短的记录 约45公尺 此外现场仅有表演者以及入镜者可以脱口罩 主持人黄禄子英也未下台与入围者互动 接讲过程也非常的精简 不过9个表演节目的演出者实力精湛 让全场的气氛沸腾 补足了没有现场观众的冷清感 曹雅文与淡保田富珍同为本届金曲奖的大赢家 皆拿下了三项大奖 曹雅文以资本拿下了台语歌后 最佳台语专辑荣 许富凯七度叩关 最终琴下了金曲奖台语歌王的讲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